注意看 这个男人从不喝水 因为他只喝麻油解渴 一大杯油被他直接一饮而尽 平时不管吃什么东西 都要放上大量麻油 吃水果也要来上一点 他说只有加了麻油 吃起来才会更丝滑 就算吃冰淇淋都要倒上一大坨 对他来说麻油除了吃 竟然还能当护肤品来使用 老哥说用了后瞬间年轻十几岁 在他这里麻油简直无所不能 就算是饮料里都要兑上半杯 而且必须是端起来一口闷 这个小姐姐好奇于是尝了尝 这一口瞬间上头 差点没给他带走 平时跟朋友一起吃饭时 老哥每次都会带上一瓶麻油 一碗炸酱面 必须要倒上一整瓶麻油 然后再快速搅拌均匀 这才是炸酱面的正确吃法 简直是嘎嘎好吃 天天这么喝油真的健康吗 于是节目组带他去医院 做了详细的身体检查 医生说因为老哥长期喝油 身体内糖分明显偏高 需要减少麻油的摄入量 最后老哥表示 为了身体健康 他一定会改掉喝油的习惯